汉传佛教有的特殊点 进度生活生论就是很重要很特殊的一部分 一般人真的不太理解 第一个传灯大师呢 他一生的事迹 有是有 但没有跟几位历代大师来看的话 他算是低调 一般人不会太在意他的著作 这是第一 第二你看看 讲圣无生论是遇天花而下 这事情一般人都不知道 这是第二 第三呢 进度法门容易 不需要讲那么深 所以他这部书就挂着就好了 说我们有 这样就可以了 不在意 第三 很多大德特别在近代 特别在这个时候 他告诉你什么事 他说不要再去研究教典 好好念佛就好啦 专心念佛 你怪怪 那研究教典就不能专心念佛了 他倒过来讲就变这样 所以他变成是一个不研究教理的所谓进度法门 就变成充斥在很多若隐若现的这些教说当中 影响所及很多出家人 看人家讲经说法 看人家讲解进度法门 他脑子里在低估你知道吗 低估 呦 讲那么多干嘛 呦 讲弹玄说庙干嘛呀 好像弹玄说庙就不能念佛了 在打弦叉 他这个想法讲出来 很恐怖